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自此 过去一直被视为千年无人居住的黑森林 与地地湖周边诸多的地方传说 更添考古价值与神秘色彩 行云流水般的地地湖游传慈悲行律 或许短暂 却在众人悲悯救助众生的当下永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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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大和尚勉力众人 劳记辩识咒 随时以慈悲众生的善心 善行来供养佛陀 今天为了欧洲施死焉供我们灯点的不多 所以今天又点满一万盏灯 合起来315万了 从明天开始每天台湾会多点五千盏灯 也会向我们各个宴供法会 阿摩阿弥陀佛 阿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么就可以离谱 这就是供养佛陀最好的方法 愿生生世世 敬畏来尽 敬畏 焉共诗实 违向众生 供养佛陀 供养佛陀 所以我们做地址的要拉 三宝丧死放心 就是要一教风行 这个叫三昧夜静 来到位于沙夫豪森州的莱茵瀑布 跨越150米的水流勤勇而下 激起水花纷纷 宛若仙境飘然 站在关铺楼旁的桥道上 佛子们请施手中食物与盖路 与水族众生挂洁善愿 来因瀑布的形成 据说是冰河时期的地壳运动 使得一万五千年前的河道错位 形成了高度落差的新河床 当河水流经河道断接处时 奔泻而下的水流 于是在坚硬的白鹅岩断层带 形成了积月壮观的莱茵瀑布 瀑布中央的巨岩上 设有小小的关铺梯台 游客们可以来到岸边搭乘关铺船 前往瀑布旁的巨岩 登沿关铺 近距离欣赏水库如涌的壮丽景观 号称欧洲流量最大的莱茵瀑布 也借由每天穿梭往返瀑布区的观光人潮 为当地政府赚进滔滔不绝的观光彩 明天穿梭往返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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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小鹅高张碧玉 榜首互盼而来 仿佛以主角之姿 为莱茵瀑布的华丽演出 优雅谢幕 再度持平与蓝天玉印相依相随的高速公路上 沿途白云朵朵一路相随 再前往瑞士石丹丰的路上 途经移出城镇 国境几乎涵盖于阿尔卑斯山脉之中的瑞士 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造就若农业的兴盛之外 稳定的经济市场 也进而构筑了安定与繁荣 或许走马看花 无法探究瑞士在杰出的科技与学术成就之下 造就的各种产业发展 但不难想见其繁荣与整洁的街景背后 有着高度自重的人文数字 瑞士从古代的雇佣兵制度到后来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宣告中立的邦连国家 除了不涉入国际战争之外 更积极参与世界各地的和平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上前往石丹丰的原木古董小火车 当小火车缓步前行